中国简报 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 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3年10月10日 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 有关中国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 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 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中国考虑实施新的刺激措施 并提高赤字 以实现增长目标 彭博社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正在考虑在2023年增加预算赤字 为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 额外发行至少1万亿元人民币 1370亿美元的主权债务 这些讨论表明 中国领导人对其经济轨迹 以及与美国的比较越来越担忧 中国商务部部长就贸易限制 向美国参议院领袖书莫施压 南华早报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在北京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查课 书莫会面时 表达了对美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担忧 对于公平对待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 并强调要基于国际经贸规则进行竞争 书莫表示 华盛顿希望与北京加强沟通和交流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重视双边经贸关系 美国代表团的访问 被视为试图为美国总统乔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的潜在会晤奠定基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各国央行在通胀问题上保持坚定态度 金融时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敦促美联储维持紧缩货币政策 以应对高通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 奥利维尔 古林查斯表示 鉴于为降低通胀所做的努力 任何政策放松都将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他补充说 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较高的借贷成本 或将利率从目前的5.25%提高到5.5%并不是不合理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93%以设定通胀目标的经济体的通胀 预计仍将高于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全球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 虽然各国央行有更好的机会 在不引发全球衰退的情况下管理通胀 但经济增长仍然疲软且参差不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的预期 但将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9% 该机构表示 全球经济步履蹒跚 风险倾向于下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警告称 通胀将继续下降 但大多数情况下要到2025年才会回到央行目标水平 脆弱的全球经济在以色列加沙战争中面临新危机 纽约时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全球经济复苏正在放缓 而中东正处于另一场战争的边缘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新危机可能会扰乱本以摇摇欲坠的世界经济 而近年来 该经济已受到多次重叠危机的打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3% 但将2024年的预测小幅下调至2.9% 它还对中国房地产行业日益恶化的困境发出警告 世界经济分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中国增长预测 日经亚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2023年和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 IMF表示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以及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减弱 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5% 2024年将增长4.2% 分别较7月份的预测下调0.1和0.2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警告说 中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可能会加深 并产生全球溢出效应 特别是对大宗商品出口国而言 由于利率担忧 9月外资流出震撼亚洲股市 路透社 由于对美国利率上升和国债收益率飙升的担忧 9月份亚洲股市出现大规模外资流出 台湾 印度 韩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泰国和越南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 上个月外国人抛售了价值112.6亿美元的地区股票 创下2022年6月以来最大的资金外流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9月份的数据显示 但预计年底前会出现增长 引发人们对收紧货币政策 以应对通胀压力的担忧 MSCI亚太指数9月份下跌2.9% 触及6个月新低 中国比亚迪加强全球化战略 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电动汽车工厂 南华早报 比亚迪计划与Uzatozinoid JSC合作 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一家工厂 生产电动汽车 该合资企业于2022年12月成立 将从事整个生产周期 包括焊接 喷漆和组装 该工厂将于2024年 在吉扎克开始生产 首先生产比亚迪 Chaser 和比亚迪桑普拉斯电脉车型 该公司还计划在其他中亚国家销售这些汽车 在此之前 比亚迪在中国大陆的月度销量创历史新高 9月份销量为287454辆 分析师 第四季度中国银行业盈利仍将面临压力 南华早报 由于持续的房地产行业危机和消费者信心低迷 预计中国主要银行 2023年第四季度的收入和息差将面临进一步压力 自北京去年取消零星关政策后 消费反弹速度并未如预期 贷款增长仍面临压力 此外 银行可能会吸收房地产开发商的额外不良贷款 尽管比率与上年相比保持稳定 预计银行将推出进一步措施 包括降息和抵押贷款利率重新定价 以支持经济并恢复消费者信心 分析师表示 中国适度的刺激措施可能会支持增长目标 彭博社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政策制定者正在考虑发行至少1亿元人民币1370亿美元的额外主权债务 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资金 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将提高该国今年的预算赤字 并有助于确保实现5%左右的官方增长目标 然而 需要更多的支持来提振疲软的需求 并且与美国相比 人们对中国经济轨迹的担忧日益加剧 中国海警声称已将菲律宾军舰从南边驱逐 美联社 中国海警声称从南海有争议的潜滩追击了一艘菲律宾海军舰艇 该潜滩被称为黄岩岛 被中国占领 但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 上周 一艘中国海警船与一艘菲律宾巡逻船相撞 引发马尼拉方面的强烈谴责 中国房地产 债务危机 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经济损失扩大 南华早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中国的房地产和贷款危机 可能对国内经济及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了 对开发商债务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 无法偿还贷款的担忧 该基金警告称 如果不采取行动 资产将大幅重新定价 并呼吁采取全面战略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指出了对中国银行业的担忧 称如果出现严重滞涨 中国银行业将面临重大资本损失的风险 中国称 进出口银行与斯里兰卡达成初步债务协议 彭博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与斯里兰卡就解决涉华债务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该协议使斯里兰卡更接近完成其债务重组 并使该国能够继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0亿美人的救助计划中获得资金 迅速达成协议对斯里兰卡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它试图与日本和印度等其他债权人以及外国债券持有人达成协议 中国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贷款视为国际发展的替代方案 美联社 中国发布了一份政府报告赞扬一带一路倡议 并将其誉为国际合作的新范式 批评者认为 该倡议给贫穷国家带来了债务负担 并资助了导致气候变化的发电厂 其官方目标是通过改善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来改善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多士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到2021年 该倡议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3300亿美元的贷款 超过了世界银行在某些年份的贷款额 房地产开发商碧桂人警告称 可能出现债务违约 接恩护人 中国最大的私人开发商碧桂人警告称 他可能会拖欠国际债务 这加剧了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困境 该公司拥有约2000亿美元的负债 和近110亿美元的美元计价离岸债券 自9月份以来 他已经错过了一些美元债券的息票支付 并有30天的宽限期下周结束进行支付 碧桂人股价在香港跌幅超过10% 今年跌幅在70%左右 自2021年恒大部分债务违约以来 中国房地产行业一直陷入危机 总统称台湾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 日本时报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 台湾寻求与中国和平共处 但该岛将在子孙后代中保持民主 无法竞选连任的蔡英文 曾多次提出与中国进行会谈 但因中国将它视为分裂分子而遭到拒绝 台湾面临着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 包括在该岛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引发了人们对潜在冲突的担忧 随着中国房地产困境加剧 金属遭受新的打击 彭博社 由于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动荡的担忧加深 基本金属价格下跌 主要开发商碧桂人控股警告称其 可能无法偿还海外债务 伦敦金属交易所六种主要基本金属全部下跌 其中新跌幅高达2.6% 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基本金属市场 碧桂人的公告再次引发了 人们对市场蔓延和建筑活动进一步下滑的担忧 价格下跌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前景 可能会成为本周伦敦伦敦金属交易所周的一个关键话题 陆军部长 以色列和乌克兰都需要美国的支持 日经亚洲 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穆斯呼吁国会增加军火资金 以同时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 沃穆特强调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铁定的 协助乌克兰防御俄罗斯入侵直接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然而 保守派议员和智库对向乌克兰提供的巨额财政援助提出质疑 认为美国应该首先照顾自己的国内利益 沃穆斯的言论还让人怀疑 如果中国试图改变现状 美国是否有能力为潜在的台海危机做好准备 美国警察在中领馆事件中开枪打死司机 日本时报 周一下午 一名男子驾车冲撞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 美国警方开枪射杀了司机 这一事件发生之际 人们对习近平主席下个月访问该事举行重要峰会的期望越来越高 司机在当地一家医院被宣告死亡 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 以色列军方修改呼吁加沙人逃往埃及的要求 路透社 以色列军方修改了其发言人理查德 赫克特中校提出的建议 即逃离加沙空袭的巴勒斯坦人前往埃及 赫克特最初建议难民通过加沙南部与埃及边境的拉法过境点离开 但以色列军方后来发表声明澄清该过境点目前已关闭 此前 由于加沙一策的袭击 拉法的运营周一受到干扰 华为计划明年智能手机出货量翻一番 达到7000万部 日经亚洲 华为正在为其智能手机储备零部件 为美国的进一步打击做准备 该公司的目标是明年将智能手机销量翻一番 并自今年早些时候以来一直在增加镜头 相机和其他零部件的库存 以实现这一目标 华为已要求其唯一的美国4G移动芯片供应商高通 在6月份之前发货全年订单 因为担心美国将实施新一轮出口管制 华为自2019年以来一直受到美国贸易限制 但并未放弃芯片研发的雄心 欧盟计划对中国钢铁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FT 路透社 据报道 欧盟计划在本月晚些时候与美国举行的峰会上 宣布对中国钢铁制造商进行反补贴调查 此前 华盛顿要求布鲁塞尔对中国钢铁生产商采取行动 以换取避免对欧盟钢铁重新征收关税 欧盟目前还在调查是否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 欧盟声称这些电动汽车受益于国家补贴 中方呼吁进行磋商 并敦促布鲁塞尔维护全球供应链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bill dobraith.com 3w.bill dobraith.com 3w.bill dobraith.com 4w.bill dobraith.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全世界的这种惊心动魄的突发性的事件 那可能最为大家关注的就是在这个昨天稍晚的时候 发生在美西的一个突发的意外 那就是在这个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遭遇了一辆这个小汽车的突袭 在当时根据我们现在梳理到的报道 警方是开枪击毙了撞入旧金山 中国总领馆的司机 那截至到美东时间10月10日上午的9点 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 旧金山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的姓名 那在一天前 在周一下午旧金山警察局表示 警察是开枪打死了一名撞入旧金山 中国领事馆签证办事处的司机 旧金山警察局的一份声明提到 当地的警官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 抵达了隔离大道和拉古纳街附近的撞车事件 在那里他们发现车辆是停在了中国领事馆的大厅里 你看到这辆车就是被直接撞进中国领事馆的这辆车 那这里就是重点了 警方称枪击事件是在警察与嫌疑人取得联系之后发生 警察说到达现场的警察和护理人员提供了援助 然后将嫌疑人送往附近的一家医院 那这名嫌疑人同时也是这辆汽车的司机呢 是在医院死亡 那根据现场申请签证的一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 谢尔盖·莫尔查诺夫说 当汽车撞向大楼时啊 在这个整个签证处等候区大约有20人 他说呢 这个开车撞进签证中心的司机呢 是一名看起来大概30多岁的男子 莫尔查诺夫继续说 这个人从车里出来大声的问CCP在哪里 那么他补充 这个司机在说CCP之前呢 还使用了一些这个脏话 根据现场目击者这个莫尔查诺夫 他补充说 这个司机在骂完之后呢 一度还试图回到自己的车里 这时啊 现场的安保人员制止了他 同时这个在现场的人们开始跑出大楼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这个目击者莫尔查诺夫也很不解 他说为什么有人会开车撞入领事馆 而且啊这个人看起来还非常生气 那目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有显示 领事馆大楼的一部分是被用白色的防水布来遮盖 也用黄色的犯罪现场的胶部给进行了一番封锁 那么目前啊似乎是这辆蓝色的本田小轿车 仍然停在那里 目前对该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 那当这个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 在一份事后的声明中表示 肇事司机撞入领事签证证件处理区域 对现场工作人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中国社交媒体和这个社交媒体上 对于这个领事馆遭遇车撞入的事件的反应是震惊和愤怒 在北京时间的周二上午 这个在中国的微博上相关的话题 在周二下午三点左右 那讨论已经超过了三亿的浏览量 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最新的情况的汇总 在昨天我们看到这起事件发生的时候 也是非常震惊 那不知道这个事件会给可能潜在的习近平的A派克之行 以及大家更为关注的习外峰会 造成怎样的影响 不知道和平先生有没有看到这条情况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 就是任何的政府 尤其是比较强大的政府 往往是在安保方面 是跟别的国家的这个领事馆安保是不太一样的 我是去过很多的这种使领馆 有时候当时候去欧洲去南美很多国家都要去或者是亚洲一些国家去办签证的时候 有一些领馆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就跟家庭的房子没什么差别 尤其在曼罕顿 那么一个地方但是呢 一些大的国家像美国啊 中国这种国家的安保就不一样 美国是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安保措施很严厉 中国在这方面呢 就是其他的部门管理的很严 但是对签证系统呢 似乎是比较开放一点 往往是在领馆的大陆的一个旁边 一般民众呢就是方便进去 像纽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有这种安保人员 这个事发现场我们就暴露出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领事馆的这个门啊 它没有经过必要的安全的措施 这个安全的措施还不是说有没有人在旁边保安 而在于呢一辆车怎么会开到房子里面去 没有必要的这个栏杆 我们去看看美国的这个使领馆在这方面就是有 有基本上的长时间的保障 这是暴露出来了 这个中国的旁边山领事馆的时候 他们在建立这个签证区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这个安全 所以希望呢他们在这个 门口就是说 其实不仅是在这个使领馆呢 我也看到美国有一些 商店呢 建得是很不合理 就是说在大街上 面对一个大道 然后就是玻璃窗幅 因为不要说有人有意去犯罪 你就是一般性的开车 都有可能会产生这种 这种 这种事故 我已经见过很多起这种事故 如果你有这个玻璃门窗大门的时候 前面应该建立一个防护汽车的 一个铁 铁的那个柱子 不一定是栏杆 人可以进去 那么 但是呢 车不能进去 另外是这个案子啊 就是说 他喊的是中共啊 我们对个体的情况不了解 很显然他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要么受到伤害 要么是本人有问题 这些东西都不清楚 遗憾的就是 他这么一个生命呢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这么失去了 给警方的调查 会带来一些 一些难题啊 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 在在中国这个国家 美国这样的国家 国际事务有这么多 那么现在社会冲突也比较严重 各种各种因素都有啊 所以我们只能等待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警察的调查 我也看到中国的方面呢 就是说要求美国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这个当然要求是对的 但是你这个房子建的是有一点问题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一个安全的收入的问题 如果当时有了这个铁柱 有了兼顾的这个铁柱的话 它车就撞进不过来 但是属性的是 我们昨天做了很多的这个报道 正好是在下班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报道 几个同事的紧急加班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AI的帮助 但是我们在 制作的过程中间 感觉很幸运的就是说了 当时候在这个 领事国民办签证的这些民众啊 没有受到这个 伤害这是不幸中间的万幸 但是还是为这样一位 这个 撞击事故的这位 驾驶员感觉的生命不值啊 不应该这样失去自己的生命 嗯那在刚才这个华尔街六度的这个节目中 我们也关注来 越南特工被指利用一款 欧盟制造的 间谍软件啊 自探世界各地的官员 民间团体 还有这个媒体的记者 这是来是 这是来自国际特赦组织 在10月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 那详细描述了社交媒体平台 这个axe上一个与越南有联系的账户 如何利用一个名为 Predator 我们叫做掠夺者的恶意软件 试图入侵至少27人和23家机构的手机 那账户下手的对象包括海外的越南记者 还有欧盟 以及美国的官员 那还有台湾的这个领导人蔡英文 这是来自法国调查新闻网站media part 他们报道了一下名为这个掠夺者档案的调查报告 揭露越南利用向法国监控公司Nexa购买的间谍软件 掠夺者试图通过这个社交媒体 X进行大规模的黑客行动 这些袭击其实已经发生了很久了 这些袭击是在2023年的2月至6月间展开 报告也没有说明是否有目标人物被这个软件入侵 那么这个掠夺者的运作方式和之前 我们有报道过的以色列NSO公司的间谍软件 这个Pegasus一样 是通过控制手机的摄像头和麦克风 使被入侵的手机成为口袋监视器 在2021年NSO集团被揭发利用这个Pegasus 协助各国政府监控5万名 手机用户成了国际丑闻 那这个Predator这个掠夺者软件是由一组与法国和以色列有联系 公司遍布 欧洲的这个企业联盟销售 这个叫Intellaxia 国际特赦组织 与媒体机构和网络安全专家合作 对这份软件展开了调查 报告就提到2020年 越南的公安部有人以560万欧元购买了这个掠夺者软件 调查显示 间谍软件袭击的幕后人正是越南当局的特工 或带他们行事的人 那么根据法国的媒体这个media part报道 包括不只是越南 还有埃及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基斯坦的政府 也购买了这个掠夺者的软件 在2021年一名埃及社运人士和一名希腊记者的手机上 也发现了这款软件 所以这个这个新闻背后呢 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 可能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用的这个小小的手机 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些安全漏洞啊 你上传的照片也好或者是你的视频也好 或者是你们的聊天记录也好 可能虽然说这个手机厂商或者是软件厂商如何宣传他们的这些安全策略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啊 这个数码护城河有多么的坚固 但是这个无非就是毛与盾啊 随着一方的升级 到高一尺磨高一丈 一方肯定会比一方强的 这个关于用手机 其实我在之前啊 其实 屏幕前的大家 各位可能也会有一些印象 之前的 不是这样智能手机的时代呢 我们在用这种功能机的时候 这个电池啊是可以拆卸的 那有的人呢可能啊一些这个高官政要或者是 啊一些 这样的一个人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啊 可能会把手机的电池直接给拆了来避免手机 变成手雷这样的一件事啊 不过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汇总的一个啊关于数码安全的一个 小方面的一个信息 不知道和平先生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对这种这种各种各样的报告啊 每一天都不同程度上出现啊我都是采取一种 听一听就拉倒的这么一个一个姿态 这么一个探度是因为 虽然这个系统是来自于越南是不是真正越南的官方 我们也很难去 真正的确定是吧 虽然这个里面讲到了越南公安部 购买了这个软件等等等等 不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说 第一就是不要把手机啊当成一个完全可以隐私的一个系统 它毕竟是跟所有的信息都互相关联 所以对个人的隐私的保护的程度啊 其实是应该有最起码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想法 就不要认为手机啊就是一个完全个人隐私的这个产品 包括这社交媒体一样的发言讲话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不要以为是匿名啊就可以无所顾忌 其实那个都是有这个记录的 当然现在这个网络上出现比较的这种 暴力的这种语言暴力的这种气氛呢 这个也是网络发展时候的一个初期特征 再过一段时间 慢慢大家就会 恢复到正常的这个体面 就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 但是各个国家的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协助 其实是变得非常的这个重要 但是很可惜啊 各个国家都是 自己想办法去提防 没有想到这个其实是 一个国际建议应该合作的一个事情 好感谢何必先生的补创 我们今天进入正题 第一条 这个 我们要 我们要 这一块